到底这个车要还是不要 是开房车还是骑摩托车 如果车子礼拜二上不了牌 那么退掉之后 可能我就继续买摩托车 买一辆二手的宝马摩托车 太难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熊 我6月13号买的房车 到今天7月6号了 很快一个月就过去了 为什么这个车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上好牌 可能之前拍视频 忘了跟大家说这个车的情况 其实这个车出厂它不是新车 不是那种嘎嘣心的 它是一辆展车 这个车已经用来展示 用了两年了 而且目前这辆车 已经行驶了一万三千多公里了 它不是一辆新车 就相当于是一辆二手车 但是呢 我们的合格证上 写的是2024年6月13号出厂 所以它就有一个时间差 一个误区在这里 我在信阳不能上牌 然后在向阳那边 那边的领导是这么说的 他说你是河南人 你在金州买的车 为什么要来我们向阳上 我们还没来得及 去跟他说什么原因 结果他就说 你哪来的你去哪上 要么回河南你们本地去上 要么就是去厂家 金州那边去上 好了 我们呢 现在已经到了 金州市的施首市 本来呀 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 我说这个上牌 这么多招心事 这里上不了 那么上不了 虽然说我一直在自我安慰 好事多谋 但是搞得心里也有点难过 我就想着 算了吧 不要 老藏也是这么跟我讲的 他说 既然一直都上不了牌 说明我们跟这个车无缘 那么这个车我们就不要了 然后让副总给我们退钱 这开始我也很担心 就是跟网友说的一样 副总要是不退钱怎么搞 要是找借口卡我 然后负责钱 比如说这给我扣2万 那得给我扣3万 不会全款退我怎么办 我也很担心 结果到了这边以后 我还压根都没有提 这个车我不要的事情 结果副总就提前跟我讲了 不要就退钱了 他这么一说 搞得我舍不得退了 所以呢 我决定一试 把这个房车就放在工厂 我在这边等4天 因为礼拜六礼拜天 政府部门是不上班的嘛 我要等到礼拜二 如果说工厂这边 能把这个牌照的事情 还有这个合格制日期的事情 搞定 那么我这个车继续要 我就直接开回家 如果说到了礼拜二 还是解决不了 上不了牌 那么副总就直接全款退钱给我 然后我就直接回家 就这么简单 我也知道很多网友 担心我现在这种状况 因为我也刷到了很多视频 说是旅行博主买房车 在哪个房车厂买了房车 用了一个月之后 出了问题 或者用了几天之后 有问题 想要找房车厂家去退车 结果厂家不愿意 就算同意了退车 也是要各种扣钱 不会就说全额把这个钱退给你 但是在林阳房车这边没有这样的事情 就是副总就直接说 全额退你不扣你一分钱 我觉得这点情好 他很有自信 对自己的产品也很有自信 本身他们这个房车厂家 当然我不是打广告 我是真的是实话实说 本身他这个房车厂家 他不是那种流水线一模一样的房车走出来 而是他是那种特种车 特质的那种 就是根据客户的需求 来定制车的布局的那种房车厂家 所以可能跟普通的那种房车厂家 有点不太一样 有点不太一样 对 我还是很相信副总的实力的 希望里面二能够全部弄好 其实对于把房车退还给厂家 这个我有考虑过 房车退还给厂家怎么办呢 今年是计划带孩子 带家人一起去新疆 那怎么办呢 我是这么想的 如果车子礼拜二上不了牌 那么退掉之后 可能我就继续买摩托车 买一辆二手的宝马摩托车 实在不行 摩托车继续干新疆 我就不信 我去不了新疆 哦 这个事情真的是折磨了我差不多将近一个月了 本来严计划是6月20号出门的 现在已经7月6号了 再等4天 7月10号 再回去收拾行李 我估计在7月15号到7月20号出门 我好难呢 到底这个车要还是不要 是开房车还是骑摩托车 但是我有点舍不得这个房车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视频已经发出去了 说我要开房车带着家人旅行 我三姨跟我二姨还有我妈 他们已经包把我的房车预定了 说让我带他们去青海 呸去青岛玩 青海跟青岛差得很远 他让我带他去青岛玩 因为我三姨的一个孩子就是他的小女儿 他的小女婿在山东那边做生意 所以他想让我带他们一块去山东 去青岛那边玩一趟 然后呢 我们车里的人都知道 那个小熊有一辆房车 这是我们车里的唯一辆房车 当然说这些并不是说我虚荣啊 我并不是虚荣 只是说想做出点成绩 我有点迫不及待的 想告诉大家 我做自媒体这么多年 我骑着摩托车走了那么多地方 并不是说没有成绩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成绩的 我有一点太急于 想着给大家表现自己 我不想让大家看低我 因为在很多朋友的眼中 我就是一个到处流浪 到处流浪的午夜游民 应该说是小丑 在很多人眼中 在我们邻居也好 朋友也好 亲戚也好 在他们眼中 我就是一个 骑着一辆破摩托车 到处流浪的一个小丑 最开始去年的时候 他们都觉得 做自媒体很真仙 因为确实很多 博主挣了很多钱 一晚上动不动上万 上千上万 觉得做自媒体真挣钱 骑着骑着车 就能开上一辆房车 所以他们很看好这个行业 但是慢慢的他们发现 我骑了这么多年摩托车 还是没有任何 任何掌进 还是一样在骑破摩托 所以我想买这个房车 想赠名给他们看 我不是到处流浪的小丑 我也可以完成梦想 我也可以把工作 跟我的梦想融合在一起 最开始做自媒体的时候 很多人都不太去理解 觉得我这是一个 很自私的女人 自己一个人出去玩 潇洒 孩子不带 确实并不是我不愿意管 因为之前孩子太小了 现在孩子大了 放手架了 我很愿意带着孩子 跟着围席 走遍祖国的大好和善 但是条件摆在哪里 孩子要有人管 有人照顾 有人接受上学 所以我们两个人 必须有一个人在家照顾孩子 有一个人出来工作 你们可以把我现在 这种流浪的生活 就相当于是在工作吧 我没办法两全 如果说我在家里带着孩子 我没办法工作挣钱 如果说我工作挣钱 又没办法在家陪孩子 你不能两全呢 那我现在呢 希望我能够带孩子 跟家庭工作 全部能合到一起去 这是最好的理想状态 希望管达网友手下流行 不要再骂我了 我也很想把妈妈这个角色 妻子这个角色 媳妇这个角色 女儿这个角色做好 但是人的能力确实有限 最近这些事情搞得我头都大了 感觉就有一点 啊 想放弃的感觉了 总感觉想搞点事情 怎么那么难呢 还有一些网友 拿我跟某某博主去比 跟这个人去比 为什么别人能干这些事情 能能去什么地方 能干什么事情 而你去不了 你干不了 为什么人家这么优秀 而你没有人家那么优秀 我也在不断的反思 检讨自己 为什么别人都粉丝 涨得那么快 能挣到钱 而我粉丝 两年都没有涨的 又挣不到钱 我也一直在反思 但是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 可能我还不够努力吧 还得继续加油努力 可能后面说的 后面说的有点乱啊 但是都是我自己的真实想法 最近也在思考 考虑以后的路怎么走 考虑如何 才能让自己变得更优秀 太难了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